与有些孤名调语,只会玩命死见的轻流不同, 清末的瞿洪基更像轻流里炸出来的官场老油条, 1876年中近世的瞿洪基起初只是朝中的一个小角色, 庚子国变后,因为一个甚是机巧的建议, 小角色得到了慈禧的赏识,从此官运亨通, 入了军机处,从他亮相的这个机巧建议, 大家伙就能感觉到此人很有面团下锅成油条的潜质, 新丑条约还没签订的时候, 满清与俄国就东三省问题正在谈判, 满清要求俄国撤出他们在东北的部队, 俄国则要求限制满清在东北的驻军, 面对这个我方和李对方过分的局面, 当时的朝臣分成两派,李鸿章主张接着谈, 张之洞主张拒签不谈, 完红的,当时的满清显然没这个底气, 但接着谈又有什么好的套路呢, 就在这个时候, 日后的官场老油条下锅了, 他提出先签八国公约, 签完了在单独和俄国另签新约, 确定俄国腿兵东三省的同时, 将东三省许与各国通商, 用列强的相互签制来达到自家想要的结果, 典型的纵横术, 借力打力, 制造新矛盾, 解决旧矛盾, 以上是斩路头角, 而要说到此人在切莫真正的扬名之处, 那就要说到他和一匡以及原事态的事不两立, 轮番此刻了, 官场就像丛林, 丛林就有故为此敌, 残酷的自然法则就是残酷的社会法则, 瞿洪基与袁世凯的恩怨是从考场开始的, 当年袁世凯在陈州府参加科举, 府是位列前时, 可到了下一场院士的时候, 碰到了主考官瞿洪基, 清流一看, 袁世凯那挥视帮袖的杂卷立刻就皱紧了眉头, 写的这是啥玩意, 太没规矩太不巴虎了, 哪两款哪待着去吧, 就这样, 袁世凯的科举之路让这位清流恶杀了, 待到袁世凯发迹, 清流更不服气了, 庙堂之上岂能有这种野鹿子上蹿下跳, 况且还那么大的野心, 参塌, 必须吵死了参塌, 反观袁世凯呢, 对这个老家伙更是深恶痛绝, 自个的科举功名, 让这老家伙为了不说, 眼下居然还想毁暗藏心中的宏图大志, 那是萧雄岂能犯过这样的绊脚石, 针尖队迈芒, 由这两方联媚的清末政争由此拉开了大幕, 1903年, 袁世凯请奏在朝廷成立练兵处, 为了防止徐宏基发杂音, 老袁搬出了姓亲王密框当党剑牌, 自己则甘当练兵处副手, 官场老油条徐宏基随即秀出了其中位的, 但碍于姓亲王在朝中的地位, 徐宏基只能手插裤兜, 虽摸着香但却没法拔香, 建亲王牌党剑牌奏效, 1905年, 趁着老金鸡王文韶以免老退出军基础, 袁世凯在下一城, 贿赂联合姓亲王把奔自己同意阵线的铁梁, 徐氏昌安插进了军基处, 如此一来, 徐宏基在军基处被一筐和袁世凯包成了饺子, 一锅猛摊煮个孤零零的饺子, 不信主不赖你, 然而徐宏基毕竟不是一般的方脑壳心流, 他随即闪开反击, 你姓人的不玩孤立吗? 那老夫就和你玩另辟蹊径, 从当初的献祭此喜就能看出来, 老家伙的身段其实很是了得, 徐宏基随即联合朝中心流, 一室, 言官, 有事没事就奏上袁世凯和一筐一本, 你姓人的, 不是有亲戚党剑牌吗? 咱不跟你玩单挑, 咱玩巡殴, 看你能咋地, 如此一来, 袁世凯进攻的脚步被遏制了, 双方形成了僵持局面, 都像老狐狸似的寻觅着对方可能露出的破绽, 1906年, 出国考察的五大臣回国, 随即避上了关于实施宪政的报告, 于是光绪和慈禧召开律前会议, 袁世凯以都府的身份参加了此次会议, 对于拥部君主立宪, 袁世凯提时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